方寮海边浪打上岸一波波 打坏余温超水马达 海浪还冲上路面 屏东方寮到高雄宁渊间 这次深陀台风预报将有爆潮冲击 什么是爆潮 台风来中心低气压会让海水面上升 中心气压每下降100% 海水面就会上升一公分 加上有强劲的风力又遇上了天文潮 海水面上升就会导致海水倒灌 有时可达10公尺之上 破坏力是会跨过海堤 海堤脆弱的被海滅就会被破坏 世界上最惨重的爆潮是1970年 孟加拉湾台风 造成东巴基斯坦18%的土地被淹没 超过30万人死亡 台湾过去是在1845年 云林出现百年浩劫 形成了湖内西港 超过3000人死亡 海水面现在就太高 比较少了 海洋半山超越海岸 所以沉堆大楼这么高 养殖业 海岸港和摩托都弄得了 在南湾这边的水上游戏业者 说昨天海水都淹到了这边来 所以今天赶快进行撤离 把这些水上游具先撤回自己家 山土而走得慢 海上先掀起巨浪 南湾水上游戏是招浪花清洗业者抢救 江湾水恒春船帆时也卷长浪 大浪打到观景台 香蕉湾大浪还冲到明灾前 西子湾也有超过五米浪 越过了堤防 山土而登陆前 民众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 海上已经波涛汹涌 威力明显 东森新闻最后报道 兰烧热血棒球魂 十二强争霸看东森 我是林湘 一起为中华学生们加油打气 I will show you